好了 进入今天最终的验证环节 现在就有请双方做好准备上到高台 迎接最后的挑战 两队各派出一位队员 凌空登上五米高塔 两队队员轮流在下方拆除塔机 巧妙利用赢得的道具 并在高塔上坚持更久的队伍 就能获得今天的胜利 大家已经看到了 今天的验证非常的威武 残酷 这请出了咱们节目有史以来 最吓人的终极验证模式 小桃 小桃 我们都抽了各自的这个属性卡了 有的已经体现出来了 比如说小桃的那个翅膀 我刚才问了那个魏雅老师 我说这个翅膀的作用是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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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什么时候了 但你看我们这边杨武宁先生 就显得格外的朴素 因为您觉得这台矮了 他可喜欢高了 咱们可别聊天了 你还是有点害怕 是吧 手都出汗了 你看 我们拥有后发卡 所以得从王牌家组队先行拆塔 好 明白了 我抬一点 好 别动 别动 师哥 走 师哥 很稳 这边拆塔 来 咱们一样画葫芦 一样画葫芦 你们能不能有点创造力 我们就是喜欢抄袭 怎么了 我们园里都一样吗 对 哈哈 刘伟 你坚持住啊 很稳 好 来 继续 那个小彤 看到我锤子了吗 看到了 我拆的是这根 你感觉一下 拆的是你 你往你的左边去一点 你手稍微高点 在这位置往下拆 绕节慢一点 慢一点 这边 他们在探索 来 哪个 来 不是 这根可以做吗 这个可以 来 这个可以 好 底下吗 好 好 好的 十 十 九 八 九 八 好 恭喜 恭喜 裃柄 先放下来吧 所忠 今天 biraz fråarring 你相信我 可以了 可以了 来 乌亚老师 把小刀叫上 没事 没事 你看你翅膀还是有用的 好看 特别好看 好了 最终的验证 所有人都看到了 我们在这恭喜一下 获得王牌女当家 春号的今天是贾琳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当然